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世界摄影史的当代摄影下半部分 和我一起来探索和研究世界摄影史的奥秘 今天我们有关于世界摄影史中当代摄影的部分 其实来到了一个面临我们现在 并且是我们实际处在的这样一个摄影世界 所以我也在找了很多摄影的力图 试图想把它作为当代摄影结束的最后一个部分的题图 但是找来找去似乎没有一张照片 如安德烈古斯基·莱茵河2这样如此贴切 并且如此著名的可以显现出这是当代摄影的一种标志 正如大家所看见的一样 这张照片是安德烈古斯基于1999年创作并拍摄的那个作品 那么在他的左下角呢 正好是另外一对年轻的摄影组合 他们是来自瑞士的乔基姆·卡尔蒂斯和阿德里安·桑德雷格 这对摄影组合所拍摄的 他的这个题目呢 其实用英语的名称呢 非常简单叫做double tick 但是如果转译成中文的话 不是双重的发声 而实际上它是相当于一个英语中的礼语 就是你迟疑了变客之后恍然大悟 然后这些照片呢 似乎应对了我的世界摄影史开端的前几张照片 其中的一张就是来自于 我在摄影史第一次课程当中给大家看的 在月球上回看地球上的情况 那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几张不是在地球上拍摄的照片 所以我用这种回看的方式来观察整个地球的摄影 当然这里还有世界上的第一张照片 就是尼尔普斯所拍摄的窗外 当然我也找到了莱茵河2的这样一张力图 那么这对摄影组合实际上告诉别人 真实创作的作品 其实也是可以在实验室被他们拟造出来或仿造出来的 所以像他想通过这种类似于手工劳动的图像式的当代摄影的方式 来质疑他们曾经那些著名的照片到底是真的 还是事实是真的呢 当然这些也可能就像游戏一样 觉得是一种玩乐的态度 但是他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深刻的反思或思考 这似乎就是当代摄影 好 那么我们就开始了 那对于上一次课程当中 我们也回顾了一下 我们用了杰弗尔的一个例子 把摄影当中一个重要的东西提取出来了 这就是艺术这个东西 通过艺术这个东西 我们了解到在当代世界摄影的整个方向变成了艺术的思想化 正是由于艺术的思想化 人们深入的进行了一些理性的或者是非理性的艺术创作 从而形成了当代摄影的如此之混乱以及是繁杂 好 那么正是由于此 我们也对整个商代摄影的大的数量进行了一些相对的归类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就归类成了这样几种类型 我们把它称之为当代摄影的议题 或者是当代摄影的范围 那么这些议题有什么呢 有我们所熟知的无表情美学 指拍物体的 它代表了形成的物质性 有无人的风景 其实也是景观的一个部分 也有私摄影 那么它其实代表的是日常生活的拍摄 还有经历历史 这个听上去好像有点那个比较学术化 实际上它就是我们新一代的即时摄影 也可以成为新一代的新闻摄影报道摄影 包括是那个战争摄影 那么还有一些呢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导演式的摄影和操作式的摄影 当然还有一些抽象和跨界的摄影等等 那么整理这些议题之后 我们把它相互归归类 然后进行一些逻辑的划分 并且是一些逻辑的那个归类 然后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这些内容 大约可以分为四个大类 那四个大类呢 我把它做了这样一个归类 这种分类呢 那似乎好像在各种的当代摄影的资料或者书里面 也没有人这样就是说 有这样一种归类的方法 当然这些 比如我表情美学 这一类都叫我表情美学 这一类都是叫无人的景观等等 大家都这么认定 但是如此这么归类的方法 好像大部分的书上或资料里并没有显现出这样一种趋势 同时我把这样一种归类之后 在这节课的最后会给大家显示出为什么我要如此这样归类 它和曾经发生过的摄影师有怎样的联系 会给我们一些怎样的启发 我会完全的说明白 好 那么我把它进行了这样一种归类 这种归类呢 首先第一大类就是无表情的美学 那么只拍物体这个呢 我们就简化成实际上就是拍物体 那表现的是物体的物质性 那么这个物质性呢 其实蕴含着德国摄影一派的新客观主义 包括在最早的时候 有孔德提出的实证主义哲学这样一派的思路 那么还有就是无人的风景 也就是景观 那么有些当中偶尔风景中出现一两个很小的人 或者模糊的人 其实也被算作是无人的风景的一种方式 那么统称为都是景观 好 第二大类型呢 我把这个顺序颠倒了一下 各类书当中都会把它称为叫做私摄影 那么总感觉好像私摄影就是拍私密摄影 实际上更大的范围其实是日常生活的摄影 它包含有私摄影 那么私摄影只不过是一种具有触碰 我们整个生活禁忌话题的摄影的方式 比如有关于身体啊 有关于性啊 这样的方面 那这是一种私摄影 但实际上它更大的范围就是拍日常生活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新的计时啊 等等等等 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经历历史的时刻 我把它称为叫做经历历史 它其实在当代变成了全新的一代的战争摄影 新闻摄影 报道摄影和计时摄影 大家请看 这四个体材其实是有关于计时摄影的步步深入 战争摄影其实是很特殊的 不可能说我们一直在打仗 那只有某些特殊的时间段或空间里有战争 战争摄影的一个常态 实际上是新闻摄影 如果把新闻摄影做长了 做深了 那就是报道摄影 如果把报道摄影再做长做深 做成一个系列的话 那就是计时摄影 所以整个内容其实是 摄影师希望能够经历 历史时刻这么一个大的类型 把这个归为第二大类 第三大类就是我们所谓的 就是导演式的摄影 或者操作式的摄影 当然它也包括对摄影画面内容里的东西进行再造 或者是讲故事 或者有一些表演的行为 比如Sindy Schoeman 我马上就想到了这样的人 还有通过行为艺术的方式 然后用照片给他拍下来 那么这种都称为导演的摄影 或者是操作的摄影 总之它像人家拍电影一样的进行了一系列的导演和操作 然后借助或者通过摄影记录的方式 最后把它拍下来 还有一种就是跨界的摄影 那么过去跨界的摄影 我们认为就是把雕塑和绘画和摄影混在一起 那么这是一个可见的物与物之间的跨界 进入到数字时代 也进入到了互联网的时代 更进入到了我们今天的5G时代 这种跨界实际上更趋向于一种电子媒体的跨界 那比如说我是在中国 我可以看到美国的 美国的也可以看到中国的 那么这样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多媒体作材质和多平台的 那过去我们很难想象 比如我们电视机是可以跟手机连在一起 这今天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电脑也同样也是可以跟手机连在一起 更不要说手机通过手机这样的平台 可以串通到所有的我们可以看见的互联网的设施 包括可以跟那个我们今天玩的那种 无人飞机啊等等 对等啊对接啊等等 这都是跨界 好 那么这四个大类我们整理好之后 似乎还是没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 这正是因为我在之前说过的 我们正在经历和发生着当代 我们每个人都从当代旁边而过 所以只有当整个时代度过的时候 我们才能对他做一个相对的总结和归纳 正在度过的时候呢 人们使用的方法就是 哦你拍的这一类比较相近 那我就帮你归归类吧 那么看看这一类里面有怎样的规律 或者是有怎样的一种可以抽取的方法 可以拿来作为以后的借鉴 那这实际上就是大部分人 包括研究者都来使用的方法 因此当大家去打开当代摄影的这种研究资料 包括是研究的书籍 你会发现他们的整理似乎也非常仓促 包括西方的研究的人 包括中国研究的人 他们每个人都似乎感觉都是非常仓促的 包括我们在大艺术史里面看见的 包括我们对建筑史的一些内容的 看见的内容也是这样 相对来说建筑 它的那个建造速度比较缓 一个就是一个 它不像摄影拍了拍了还可以马上再来 那么对于像做建筑这样的摄影史 他们对当代的研究或者当代的归类 也是非常缓慢的 那由此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所有的艺术媒介 包括所有的研究者 其实对当代还有一个未曾下定义的这样一个过程 正在等待它的某些内容的继续发生和更大的事件的一种产生 好 那么我们就在后面一一举举例可以展开 那么对于整个当代摄影来说 它其实有一种图像的外部策略 这种图像外部策略呢 实际上是摄影的一种表现形式 那在这里似乎就有点艰深了 它其实是有关于艺术当中 关于叫做表现这种方式 表现其实我们经常听 但实际上表现的内容 可以作为一种单独的艺术形式 为了表现而表现的 那么在这儿呢 如果熟记摄影的人 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 摄影大概会趋于这样一个巨大的方向 就是从现代主义摄影开始 整个摄影师们都希望把摄影的画面 营造成一种相对抽象的方式去走 那么这种抽象的方式表现为两种极端 一种就是极简的 就是极简主义的拍摄的方式 画面很很少 点线面就那么一两个东西 也有一种是极凡的 那么像在这里提图当中 就是给他做例子这样一个摄影师 叫做Michelle Wolf 是一个德国的摄影师 那非常有名 他拍在2006年拍过这样一个体材 也是拍那个香港 他本身是德国人在香港 然后作为一个摄影师 他观察到了当地的情况 拍了一个作品叫做建筑密度 那如果单从我们刚才的一种 单向的理解来说 他可能是一种极凡摄影 但是如果你把他的色彩 归纳来看的话 他其实又是一种极简的方式 所以诸如像Michelle Wolf 在处理这样画面的时候 是一种极简和极凡方式的组合 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 那么通常情况下 我在这里就说了 图像的外部的策略 摄影的表现形式表现为一种 大的抽象的这种表现的特性 然后他会出现一种 我们直观感受到极简 也有一种是直观感受到极凡 大家也会发现很多摄影师 有意的把画面造的乱七八糟 那么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 还有将两者融合的 由此就由这样一种表现形式 大家也会发现 当代摄影没有规律 也没有顾忌 所有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个性来 所以也形成了当代摄影的 就数量庞大和眼瓜缭乱 这也是我们来再次研究和回看 当代摄影时制造的各种的困难 或者是一种困境 好 那么这是对于当代摄影当中 有关于图像整个表现方式的一种 大致的这种归纳 我们接下来就具体展开了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将会对刚才所归纳出的四个大点 进行一一的归类 然后看看这些点对点当中 是不是有相互的逻辑关系 好 当代摄影中的议题 第一个部分 我们来说一下无表情美学 也说一下 为什么有些人只拍物体 也说一下 为什么人只拍无人的风景 其实也是景观 第一 无表情的美学 从狭义的来说 它其实是当代摄影当中 有关于拍人像 也就是肖像 这种肖像 就是人物的肖像 脸部是没有任何表情的 非常直接的 也非常直观的一个例子 就是托马斯鲁夫的作品 它是一种没有任何表情的人物肖像 那当然人们就会质疑说 为什么要采用这样无表情的人物的肖像 其实托马斯鲁夫在自己的这个作品中 拍的就是他的身边的一些朋友啊 一些同事啊 一些亲友啊 等等 希望通过这种没有表情的方式 让人们重新观看这种 人的本本体 诸如你的眼睛啊 鼻子啊 什么 由此来回看一下 你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应该是具有什么 而不是应该被表情所笼罩住 因为大家会发现表情 其实紧接着就是一种表演的方式 它是脱离了人的自己的本性 而产生的一种外在的一种人物的情绪表达 那么这里托马斯鲁夫引申的内容 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点个性化 也同时有点健身的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研究托马斯鲁夫的 一系列的单个的作品 这会使我们无法重新回到一个更大的议题当中 来综合性的讨论 我们想要讨论的主要的方向 这里我们仅仅只说 如果在一种狭义的内容当中 当代摄影的所谓无表情 其实就是专门指拍人像的这种方式 是没有表情的 那实际上当你发现 今天的整个当代摄影当中 拍摄的这种肖像 大部分趋于一种 既不哭也不笑 就总之是一种没有表情的 那么没有表情实际上也就是中立 那在广义的来说 在拍摄的时候 摄影师会对自己所处的这种情绪 大家拍过照片的人就会发现 我在拍摄的时候有激动 有开心 有难过 但是今天在当代摄影当中 摄影师希望把自己的这种情绪 保持一种中立 既没有很开心 也没有很难过 这种情绪的中立和无表情 用来作为拍摄的一种 摄影师的情绪立足点 而他们拍摄的对象 大多数都是物体和风景 那这就其实就囊括了几乎所有的拍摄的内容 那么我们所看了一下 所谓的物体其实就是镜物 但是又不能简单的说 只包含有镜物 那么所谓的风景 既包括有人的风景 也包括无人的风景 其实还包括景观 那么这样的话 实际上我们就会发现 整个内容当中所处的范围 其实是蛮旁的 几乎囊括了所有可拍的东西 我们继续 那这种无表情的美学思潮 起源于何时呢 它起源于是我们后现代摄影当中的贝歇夫妇 也就是贝歇学派 我们也称为杜萨尔多夫学派 那么这种方式成为了日后 整个杜萨尔多夫学派的一种主流的美学观 这种美学观也影响了整个世界 所以在这里我也举了一个 非杜萨尔多夫学派里的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艾德华博林斯盖 他所在2002年拍摄的石油 他的作品也是这样的中立的无表情的 那么所谓无表情的美学 其实就是中立的 那么摄影师也要保持中立 他希望拍的人和对象和物体也保持中立 所以过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我们在这里就要说一下 摄影师在拍摄时候 其实是有情感倾向的 我记得在现代主义摄影转型时期的时候 我们提过摄影师 希望是对人的人性进行一种赞美 所以出现了是人文主义的摄影 也是人本主义的摄影 为什么呢 二章刚刚结束 一片凋敝 所有的人都希望恢复 保有那种人性之爱 所以它形成的是一种赞美 那到了现代主义转型时期之后 也到了后现代摄影的时期 整个艺术史 包括大的历史都进入到后现代的社会当中 人们对这种摄影的态度 似乎就转变成了一种中立的 也是一种实际上是批判的态度 为什么呢 外围的整个世界似乎让人感受不到那种温暖和爱了 所以摄影师开始采用一种中立和批判 那么到了当代之后不断的去批判 实际上摄影师其实也有点疲于奔命这样 所以他们会觉得我已经非常疲惫了 已经说了又说了 但是已经毫无作用 那么他们索性采用了一种既不开心 也不难过的方式 就用一种呆滞的方式 中立的方式去进行一个系 整个系列的拍摄 所以也就形成了所谓的无表情美学 刚才在那个内容中 实际上我们已经把这种无表情美学 所产生的这种社会的因素 或者大环境的因素 大概的说了一下 那么对于整个德国学派当中来说呢 它不仅是由于外围的因素所造成 同时也由于他们整个社会和传统文化所造成 贝歇夫妇使用这种无表情美学 实际上是对整个德国新客观主义的一种继承 也就是在他前方的我们所知道的桑德 也知道了我们在现代主义时期所拍摄的那些 新客观主义的这样的摄影师 卡尔·布朗斯菲尔德等等这样的人 那么新客观主义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他实际上是从工业革命开始之后 在孔德所倡导的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下 而产发的一系列的艺术的 包括科学的方式的一种变化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提过这样一种哲学的方式 那么在到达了现代主义时期的时候 德国的摄影师们一方面结合了德国哲学的文化传统 因为德国的哲学文化传统是非常悠久的 而且他们是非常理性和客观的一种哲学方式 逻辑推断非常之严密 同时也和自己的整个艺术传统相结合 就产生了这种所谓的新客观主义 并影响到战后的无表情美学 那么在这里我想指出的一点 所谓贝歇夫妇的这种方式 它不是为了迎合整个后现代的世界而产生的这种方式 而是因为从他们自由的文化中 它就继承了 那么这样的继承正好配合上了这个后现代社会 整个中立的包括一种批判精神的方式的一种转型 进行了这股 结合了这股大潮的方向和趋势 所以由此就突然就名声雀起了 这是整个内容当中的前因和后果 总之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贝歇夫妇的这个方式 并不是因为为了这样迎合趋势而制造这样的趋势 而是因为它是在整个德国摄影和整个德国艺术传统当中 本身就有的 只不过在后现代社会的当中 它有了这股浪潮 所以就配合了这股浪潮声明雀起了 假如我们做一种假设 在后现代社会当中 这股浪潮和贝歇夫妇的浪潮不匹配 或者是相逆反的话 我相信贝歇夫妇仍然会坚持自己的这种艺术理念 或者文化传统巨区的走下去 这实际上也是应该得到我们尊重和值得我们思考的 那么这几种巧合当中 它有没有一些内在的因素呢 有的 其实在前方 我们已经大约的说了一些这样的原因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中立的艺术态度 原因其实是摄影家对当代的整个社会和历史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 因为他们其实已经疲于批判了 所以使用了一种中立的态度 为什么疲于批判呢 大家回想一下 在现代主义摄影转型的时刻 现摄影师和所有的艺术家 包括所有的社会的大众都还保有一股热情 认为战后的社会通过了战争还会变成更好的一个社会 那由此大家对整个社会中发生的不好的现象 一种用批评的方式希望它改正 但是事实经历后发现资本所倡导的整个社会或资本主义所倡导的整个社会并没有如大众理想中的那样 大众被这种批判和批评的方式已经弄得十分之疲惫 而且疲于这种批判的方式 所以他们采用了一种中立的态度 简单来说就是我过去说你不好你也不听 我赞美你的时候你也就听了算过了 算了我也不去多想了 我就用一种中立的态度吧 我也不表扬 我也不去批评 我用一种冷眼的中立的态度去看你这个东西的发展 也就是这个社会的发展 那么实际上背后更深的一个原因在于 整个当代的人的精神世界其实是趋于枯竭的 我们在后面会具体展开 那么用这种中立的方式去拍人 实际上是将人变成了一种物体 大家来看一看 过去的时候我们无论是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 其实在早期的摄影当中 包括今天的一些那种纯美的摄影当中 西方人还是把人拍成了一种有笑容的这样一种方式 当然大家也会发现在当代摄影当中更大的趋势 尤其是时尚摄影 包括当代摄影艺术的摄影当中 包括中国的艺术摄影当中 都会出现这样一种趋势 把人变成了一种不哭也不笑 就是面无表情 这种面无表情实际上是将人变成了一种物体化 也换句话说 今天的人也被相当于是一种机器的方式一样 进入了整个社会生产和进入了整个社会的流通和规律当中 那么当拍物的时候也就物体的时候 它就像展现物体本来的这种性质 物体本来应该是什么样 我们就去展现它 用摄影的方式去拍它 那么这就称为叫做物质性 那么这种物质性呢 如果单独用这种方式去理解物质性 或许在当代不好理解 我们反一种方式来理解一下 什么叫物质性 我们先按下不表 说一下物质性的反面是什么 在古代的时候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 都对物体是父亲的 把物体当做像人一样 那么我们都说这个东西产生了叫做拟人化 把物体像人一样的来对待 那么反过来说 在现代和当代 人们就把物体回归成物体本身了 杯子就是杯子 电脑就是电脑 石头就是石头 那在古代的人们想 哎呀 这个石头可以把它想成是勇士啊 什么什么什么 你可以有一些拟人化的想法 在今天我们把它石头就当石头了 展现了物体本来的性质 换句话来说 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 由过去的这种想象 也回归到了一种相对的中立 和对整个外围物质世界的一种失望 或者是一种失去兴趣 那这也是一种中立的态度 那么由这种美学观的支撑 所面对的这种拍摄的内容 其实无外乎就是人啊 物体啊 风景啊 那么在这里实际上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认为啊 人是一种单独的 对吧 我们把它撇开作为一类 物体和风景 缩小的风景其实就是物体 放大的物体其实就是风景 那么实际上 无外乎也就是拍两种东西 你也可以称为说只拍人和物 那么你也可以说只拍人和景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说了 物体其实是可以看作缩小的风景 那么整个由这种美学观来说 把整个世界都拍了一遍 就是人和景 那也可以把风景看作就是放大的物体 那么这样的内容当中 把整个世界拍一遍 其实就是人和物 那无外乎就两种方式 从这两种方式呢 由这种美学观所支撑 大家来拍摄的内容 就是处在了两种内容之间 那由于要表达这种中立的情感 所以有时候需要有意的去避开人 或取消人的这种活动 因此也会形成了就叫做无人的风景 拍物体本身就没有人之存在 所以也就不根本就没有有人和无人之说 风景里其实是有可能有人的 但是为什么要取消呢 因为要表达一种中立的态度 所以把人有意的就避开了 甚至上面有一些人把它给取消掉 或修掉或PS掉 那么这样的方式形成了内容 就使得我们看到这样物体的时候 形成了一种没有任何形态的 情绪的这样一种中立的方式 诸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 日本的著名的摄影家 柴田敏雄的作品 他拍摄的就是人造改 人为改造的自然 比如水库啊大坝啊等等 他用这种方式来反思 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 没有说他不好 他就是说 你们来看一看 人将整个自然千百年来运行的 自然的这样的形式和规律都改变了 请你们来看一下 他也没有表达出好 也没有表达出不好 就是一种中立的态度 这是柴田敏雄在2016年拍摄的作品 他的作品有一个特点 就是几乎看不到天地平线 或者天际线 你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被截取的 那个局部 似乎这也是摄影家一种有益而为之的态度 好 那么在后面我们还可以继续阐释 那么正是由于采用了这种中立的方式 所以我们也尽量要减少一种动态 你只要动态一加进去了之后 你会发现这种中立就会变成一种活泼的形态 那么这样的话呢 摄影家也会有意的去减少动态的拍摄 那这种动态的拍摄一减少 实际上就要求摄影家去深入观察摄影的对象 这在上一次课上 我们已经说过了一种摄影化的观察方法 是需要一种细节的凝视的观察方法 它和中国人所谓的那种宏观的气的观察方法 其实是有点区别甚至是违背的而且是产生矛盾的 好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就要求我们使用大挂幅相机 也使要长时间曝光 那么还是要大尺寸 同时在展出的时候要把它放到很大很大 借用各种方式使得你能看到它当中的细节 这由此也会想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正是因为建立了无表情美学 无表情美学就产生了一种中立的态度 由此外围的各种技术条件也由此 就全部都完全匹配上了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美学观的支撑 技术和技巧为这种美学观或艺术观进行服务 对于以上的这些内容从无表情的美学观 我们出发也其实就是从中立的这种态度出发 解释了摄影思想决定了体材和技术的根本的原因 那么这也告诉我们 如果当我们去创作一系列作品的时候 在当代 那么摄影的思想其实决定了整个你作品的根本性的走向 在你拍摄之前 你采用怎样的态度 采用怎样的方法 决定了你会得出怎样的作品 这一类型的作品 其实是非常注重摄影思想的内在逻辑的 无论是我们刚才所看见的各个著名的摄影家 也如我们在这一页看到的日本的摄影家 Dakashi Huma的作品 他们都是有十分内在的逻辑的 诸如像Dakashi Huma的这个作品 大家就会发现有一个著名的麦当劳的 我在这里手表点一下 就是麦当劳的标志 那么换句话说 实际上它就暗含着西方文化或外来文化 对于日本本土文化的一种侵袭 也没有说好 也没有说不好 那么这个内容其实在今天我们看起来 就很明白的能够理解到 它的内部实际上有它思想想要表达的点 有它内在的逻辑 那么同时整个作品或者一个系列的作品当中 都会出现非常艰深的思维的力度 这是由无表情美学所产生的拍摄的物体 拍摄景观这种体材或内容当中 所凸显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说明白了这一个类型的作品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类型由无表情美学所支撑的美学观 拍摄的这个系列的作品 非常大的影响了今天当代的中国摄影的发展 今天我们中国的当代摄影只要提到说要拍照片 或者要拍艺术照片 首先想到就是拍景观 拍景观只要你要往下深入一点点 很多人都会想到我要拍类型学 要拍贝歇夫妇 要拍多萨尔多夫雪派 要拍的是一种中立的无表情美学的这样的方式 但是有一点需要和大家指出 这种方式在今天中国的摄影当中 实际上出现了一种内在的思想偏移 它不是我们在西方摄影当中所看见的 所谓由新客观主义而来的 这一个类型当中所出现的 具有一种实证主义哲学所支撑的内涵式的 美学的艺术哲学化的这种摄影内容 那么这种内容和我们理解的 和我们在今天实践的中国摄影 其实是有一定偏差性的 那所以我在这里就必须要指出 一方面中国的摄影可能误解了这些作品的原意 比如说我们认为像那个贝歇夫妇所拍摄的作品 包括由他的弟子安德利古斯基所拍摄的 那个系列的作品 总认为要大 要细节要大画幅 但是很可能我们忘记了 它当中是由哲学观所支撑的 那么这种哲学观所支撑的内容 其实更大的来影响了 他们作品成为世界化的作品 或者当代摄影典型化作品的一种 内在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而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需要结合自己的社会现实 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新的内容 这就是提醒各位 当我们去看待今天的当代中国摄影 包括你现在正在实践的当代中国摄影 有可能误解了西方摄影师的一系列的内在行为 但是另一方面也没关系 你自己通过你对他的理解 对于中国现实的一种思考 你也结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摄影的内容 这种中立的美学观 或者无表情的美学观 也没有说谁对和谁错 我在刚才上面的内容中 指出了一下之后 并没有说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理解他们的方式错了 我们要改成他们的方式吗 我觉得也未必 甚至是反对的 每个社会有每个社会自己的形态和样态 他们也学不来我们 我们借鉴他们的思维方式 可以为我们所用 所以中立这种美学观 代表出的作品没有对也没有错 艺术作品本来就是没有对错的 但是我想和大家指出 正是今天这样的一种似乎是误解 或者是误打误撞 已经形成了我们所看到了 从2000年开始 新奇的景观摄影 一直到今天2020年 所看见的中国当代的景观摄影的整个内容 无论是和西方的潮流匹配或不匹配 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客观的事实存在在那儿 那么这种方式正是我们在摄影史当中 一直和大家提出的 在未来当我们重新去解读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形成全新的内在逻辑 或形成一种新的内容或体系 那么只能我们留在以后的方面当中去观察了 现在只能认定它是一种既存的客观事实 好我在这儿稍微插了一个小小的内容 就是有关于当代中国摄影的一种景观的方式 主要的描述还是在整个世界摄影史当中 世界摄影的摄影家们 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无表情美学的整个内在的逻辑体系和思想原因 好我们继续往下 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看一下 有给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作品 也举了一个例子 是日本的摄影家叫做田山植栽的作品 他也是在指出人类是如何改造和变动自然的 我们后面是比较著名的摄影家 坎迪达霍夫所拍摄的一个系列的作品 也是非常大画幅的用来展现人类建筑的内景 以及一系列内在的整个变化 好那么在这儿我们似乎要做了一个小节 大家所看到的题 这里的那个插图呢 就是Mickey Epstein 美国的著名的摄影家所拍摄的作品 拍摄的专题的题目叫做 American Power 就是美国能源 好我们在这儿对当代摄影需要做 尤其是无表情美学这个系列的作品 做一个小小的小节 那么当代摄影实际上也是当代艺术 使用了这种无表情美学 他们的背后实际上是整个摄影家们的一种无奈 甚至是无助 我们说过了 在现代摄影的转变期和后现代摄影时期 摄影家们其实在极力的呐喊 希望通过批判来对社会 或对他所处的那个生活的环境 进行一些改造或改良 但是他们发现自己根本都没有对他们 有这样的促使的作用 或者是改变的作用 那么进而摄影家们就形成了一种无奈和无助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无奈和无助呢 我们在前几次的课程当中 已经和大家非常明确的说明了 当产业的资本进入到金融资本之后 巨大的资本在社会内部的流动 摄影家或艺术家的这种微小的发生 根本引起不了整个资本世界的响应 人类在后现代和当代 说白了一个根本性的内容 就是为钱 艺术家说你要改造一下 要去弄一下 整个掌管钱的那个系统 或那一群人收到他们的信息 只能一飘而过 根本听也不听的 所以艺术家对这种存在的现实和现状 进行了一个系列的反思之后 表达出了一种内心极大的无奈和无助 那实际上这也是 艺术只能对整个世界进行观察和反思 而无法改变艺术 通过艺术改变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那这也是摄影家们对整个人类精神世界 枯竭的某种集体化的认同 那这其实也是在背后 因为整个金融资本的大型的运作 使得整个世界根本不由某一个 你画了一个画 你就可以改变某种一个小小的样态 或者形成某种趋势 几乎完全不可能了 我们被包裹在一个更大的 就是以前或物质为崇尚标准的 整个今天的当代世界当中 这是我们面临和所处的当代世界的 一个真实的现状 那么摄影家也是艺术家们 更关注的不仅是他们也要生存 不仅关注钱的那个部分 其实也关注了人类精神的那个部分 但是他们认为可能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 因为太崇尚钱了 太崇尚物质了 我们的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 可能是趋于枯竭的 他们对这种方式进行了一种集体认同 那么还有 人类外围的物质世界高速的发展 物质极大的丰富 也使得艺术家包括摄影家 无法对时代和社会做出非常快的反应 这个世界实在是变得太快了 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能深刻的感受到 不是我跟不上潮流 而是整个世界发展的太快太快了 大家也会发现 似乎我们在刚刚迎来5G 但是我们从各种渠道中已经发现 6级的研发已经完全的展开 使得我们到底不知道 怎样去追赶整个世界的潮流 那么这种方式呢 对于艺术家来说 他无法做出反应 那么既然无法那么快的做出反应 那么他就形成了一种中立或待制的态度 那首先我就停一停看着你来发展吧 这也是他们使用这种艺术策略的 这种被迫的形态 那这里我们做了一个小节 这种小节一个方面是认为 整个世界的发展 艺术家和摄影家们认为 人类的精神世界 可能是慢慢慢慢的沦落了 或集体的枯竭了 另外一方面也是外围的世界 变得实在是太怪了 他们来不及做反应 所以他们必须用一种中立的态度 因为来不及做反应 你说好还是坏呢 艺术家完全无法感知 那我就用中立的东西 先把它拍下来吧 拍下来作为记录 留待以后再来研究或观察吧 那由此也形成了 他们这样被迫的艺术策略 这是为什么从无表情美学的支撑 拍了物体也拍了景观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那由此大家会把整个内容就全部都贯通了 也完全明白为什么在当代摄影当中 人们会首先用这种中立和无表情的美学 作为一种拍摄的思想或美学支撑 既然拍摄的对象就是这个而不是那个 我们完全明白了当中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好我们再继续往下 那再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下有关于日常生活 其实也包含于私摄影 还有一个就是经历历史的瞬间和时刻 这实际上也包含了我们所看到今天的新的战争摄影 新的新闻摄影也包括新的报道摄影和即时摄影等等 那么在这我们就要说了 这种有关于拍日常生活 就是把你零零碎碎的日常琐碎的方式给拍下来 好像非常不上道 也非常不上台面的这种拍摄的方式 居然被摄影家们作为一种摄影的体材或内容 严谨的认真的来拍摄 起于什么时候呢 大约起于就是维基这个时代 那么这个维基的开始就是用闪光灯拍摄纽约街头的那个著名的摄影家 一直到拉里克拉克 这些人呢都不用不以艺术作为自己的根本己任 也不是官方的摄影师 他们就是一些普通的摄影师 用这种玩世不公的方式就拍摄自己的生活 他们本来也不想出名 只是用摄影的方式来记录和表现自己的生活 没想到被一系列的人所看到了之后 成为大家似乎所热衷和崇尚的某种新的系列 那么这个内容如果还要再往前找一个源头的话 或许是在拉蒂格的作品当中可以找到 那么从拉蒂格的作品当中 大家已经发现了 拉蒂格因为他是一个富家子弟 所以他的拍摄不计报酬也不计费用 所以在1900年前后的时候他就狂拍 他看到什么拍什么 那么这种拍摄的方式也形成了日后的所谓的就是快照的形式 这种快照的形式 由于他拍的内容本身就非常有趣 我们将后代的研究者再去回看拉蒂格作品的时候 就会发现他的作品似乎有某些艺术性的成分在里面 那就也形成了一种艺术作品的方式 那如果从一种大范围的具体的客观规律来看 实际上是因为相机的普及 大众们都使用了照相机 尤其像今天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摄影师 每个人只要有手机就会拍照 那么大众记录生活用这种不严谨的游戏的方式来拍摄 很容易就可以将快拍啊 或者这种随手拍变成了一种摄影艺术的方式 而且的确在这个当中形成了很多有趣的拍摄的画面的内容 将这些画面的内容形成某种规律 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日常生活式的拍摄 那有些艺术家还追求这种风格或样式 那实际上也和在后现代摄影时期 或者后现代艺术时期的艺术家们是一样的 用一种大众的播谱的方式去挑战大众和嘲讽整个大众的文化 这也其实形成他们一种艺术策略 那么另外一种人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用这种刻意的风格去追求 就是去追求这种专门去追求这种 所谓随性化的随拍的这种看上去像乱拍的这种方式 用来对抗我们所谓正腾的摄影艺术 这是从三个点上来说明了 为什么在今天这种看上去随便拍拍的这种非常不严谨的日常生活的摄影方式 会成为一种摄影的 已经几乎成为了当代摄影的一种主流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前面所说的三位著名的摄影家 第一位就是Wiki的画册 然后是拍纽约的街头用闪光灯闪的 第二个是拉里克拉克拍摄的画册的同名画册 最著名的这个画册叫做塔尔萨 后面是撕摄影的一个领军性的或者灵魂性的起头人物 叫做南格尔丁拍摄的著名的作品 叫做吸引依赖虚事曲 这是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后面就是大家所看到的 如果再往前去推导的话 或许我们能找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是亨利亚克拉蒂格 他1905年的时候就拍摄了这样一种随性拍的方式 请大家注意啊 在当时的时候 他有可能并不一定是使用小型像机 而且在1905年前后 他应该使用的就是中大画幅相机 应该就是大画幅相机 因为那个时候 莱卡相机还没有完全的量产化 被所有的大众都能够买到 所以拉蒂格用这种大画幅相机的时代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这种所谓日常化的拍摄 好 那由此我们也会想到了 私摄影其实只是日常生活拍摄当中的一种极致 或者一个部分 因为所谓一提到中国人一提到私摄影 马上就想到了性和身体这样的一种体材 所以我也在这里指出 这个体材或许在我们中国有误解 认为外国人好像用这种拍摄身体 性的方式来换体材 其实未必 那么在西方 这可能就是一种自由的表达 人们也不会认为说你拍了身体 或者拍了性了 认为这就是你是在拍自己隐私的生活 这随便你想怎么表达都是 这只不过被归类于一种更大的日常生活的拍摄方式而已 那么当然我在这里也希望也指出 巴里克拉克或者南格尔丁可能并不真的会如此讨巧 但也说不定有一些讨巧的摄影师 用这种专门用这种方式来希望自己走红或成名 有的有可能的 但是我想说重要的一点就是 对于大部分拍摄私摄影的摄影师们来说 它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 就是他们一种西方社会中的自由表达的方式 不要认为它是为了拍这种隐私 而走红去拍这样的一种行为 那么日常生活的拍摄方面其实是非常多了 除了我们所知道的前面所看到的南格尔丁 或拉里克拉克这样 中国人看上去打引号的非常劲爆的题材之外 其实日常生活的内容也是的 比如我们在这里所看到英国著名的摄影家 李查德·比林汉姆所拍摄的作品 他就把整个自己家庭生活或日常生活的这种方式拍摄下来 今天我们也很流行 有很多人去拍这样的日常生活的方式 在这我倒是希望今天如今天的中国的摄影师 如果除了四摄影之外 日常生活的诸如像这样的内容也可以让大家多拍 这样会更好的展现我们所看到的整个社会的样貌或者整个世界的样貌 那么由此呢我们也发现那种表达无聊的或者不明所以的这种生活的拍摄类的方式也是一类 等等等等可以很多很多 是任何的点都可以拍 甚至我发现有很多人专门拍路上的掉下来的物品啊 专门拍某一个角落啊等等都可以拍 总之 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内容是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日常摄影不仅仅只是私摄影这样一个部分 也不是说仅仅只拍了需要劲爆的内容 就是日常的生活的方式 其实围绕着看似没有劲爆点的生活 用摄影的方式进行记录 这是日常生活拍摄这个大类型当中一个重要的走向 或者是在整个世界摄影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好 那么说了这样一个类似于实际上是一种大的拍摄体材当中 我们再来看一看 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那么就是沃尔夫冈特尔曼 他在他的作品当中拍的的确就是日常生活 但是他导入的是一系列的更深刻的 有关于他对世界本质或当代世界认识的一种思想化的认知 他当中是有思想内容的 由此你看他的作品看上去很容易理解 但似乎又不那么好懂 而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受向你扑面而来 这就说明他内部是有一种摄影思想所支撑的 那这也是想要和大家所说的 他在外围笼罩着一层看似日常摄影的方式 或者日常生活拍摄的方式 看似好像特别不严谨 但是内里其实是一个特别严谨严肃 有内在逻辑的一个系列的方式之一 好 我们在这只是稍微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 那么在这我们再来看一下 通常情况下 日常生活常常被看作一种拍摄的体材 但是在当代摄影当中 我觉得可能更不应该看作是一种技术和技巧 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 沃尔夫·冈蒂尔曼这样的人 为什么说他是被看作一种技术和技巧呢 因为他的内在的核心想要表达艺术这样一个东西 他的外围是艺术的壳 这个壳就是我们所谓看见的日常生活 这也是一种策略 他的内心或者核心是当代人类生活中的一些 无聊啊 乏味啊 无趣啊 以及无意义 所以由此在外围 他就用当代日常生活的方式给大家表现出来了 那么转换成一个大家能够相对比较普通的能够理解的方式 说白了就是日常生活外围就是这样的 但是实际上艺术家又保有一颗内在的摄影的美学的心思 或者一种逻辑的心态 或者是一种艺术的心态 但是外围又是这样 他内心又是非常严谨 那于是乎他就将这两者结合了起来 外围就是你们看见了这样的东西 那我就把这样的东西呈现给你们吧 但是内在呢 其实是由我自己的一种思考和反思 当代的这种内容的 由此相互的结合 所以我在这儿想指出的内容就是 日常生活的这种方式 看似是一种体材 其实被摄影家形成了一种技术或技巧 这也是当代摄影非常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他的这种技术技巧 已经不再是摄影内部所谓的长时间曝光啊 高速快门啊等等这种看得见的技术技巧 而是一种所谓的思维或理念上的技术技巧 这其实是更深的难度 而在内部呢 他仍然在传递艺术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重点就在于物质的丰富 精神的枯竭 摄影家就由此受到了一种启发 去拍摄了日常 其实也被日常所苦恼了 这就是我们想要说的当中的核心的内容 那这种方式其实就是非常迷惑人的 也是非常蒙蔽人的 外表上看呢 日常生活拍摄的内容其实是非常随意的 随拍拍的 包括就像我们看到的川内轮子拍摄的作品一样 看上去好像都很随拍的样子 包括Wolf刚提尔曼的作品都是一样 因为外围世界当代世界就是这样啊 那我就索性就拍成这样呗 但是内在呢 摄影师们其实是非常认真的 谨慎的 甚至是小心翼翼的 他们每个人对于每一张作品 每一个摁下的快门 都是处理的 十分之谨慎又谨慎的 这就形成了一种内外差 外围看上去很松 像乱拍 很放松 其实内在崩的弦很紧 他们内在关于传递艺术这个东西 一点都没有变 这是我要在这里反复和大家指出的 他和无表情美学所拍摄的一系列的人啊 物体啊 风景不一样 无表情美学所支撑拍摄的这种系列 你一看就知道这东西不简单的 你要认真对待的 所以你要好好的来看 你把它当做当代艺术 但是诸如像川内轮子啊 等等一个系列的作品的时候 你拿到手觉得 哇 他们都在乱拍 就是走随性的拍摄 不是 他的内部其实也像无表情内表情拍摄的系列一样 也是极其严谨的一个系列的部分 只不过他在外围装成的这种 好像漫不经心的方式 使得你会被蒙蔽 但其实他的内在的精神和无表情美学这样的形成是贯通的 他们都在传递艺术这个东西 只不过塞在这个里面的 塞在日常生活拍摄这个体材内容中的所谓的艺术和无表情摄影美学当中所塞入的这个艺术这个东西 有一点点的偏差 当然不会一样 所以每一个内容应对的是每一个外围的题材 总的内容又被整合成了一个大的当代的艺术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由此大家会发现 我在说的时候 假如你是在闭着眼睛听 你会感受到某种相当于一种球形模型 甚至是两个图形的方式在不停的转换 那由此你就会听得非常明白 不然的话 你就会听得感觉在逻辑上虽然很懂 但是你能会感觉似懂非懂的方式 这也是当代摄影当中 其实进入到一种深层思想化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也是它的难度加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么有什么原因 有什么内在的动机使得人们想要去拍日常生活 把它作为一种方式呢 原因在于当代世界的整个节奏太快了 也就是高速的快节奏 造成了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很贫乏的 因为速度太快了 过眼烟云 我们其实根本没有停下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 人们只有将自己身边的这种生活啊 找到体材并且慰及心灵 所以艺术家们想 我去去拍那种伟大的时刻的话 还不如就去观察我自己身边的这种 所谓打引号的无聊的生活吧 那么希望在这种细微的平凡的生活中 找到一些亮点 也希望找到一些闪光点 对自己的心灵有所慰及 那基于这样的内容呢 人们也反过来做了另外一种突破 一部分人希望就是我只看日常的生活 限于平庸 也甘于平庸 另外一些人想我不行 我要去见证历史 要看到历史精彩的瞬间 要和历史相互发展 那么由此就开始了新的即时摄影 也开始了新的新闻摄影 那么在这我们稍微停一下 有一个题外话 就说到了中国摄影当中 受到了日常生活化摄影的一种趋势的影响 今天的中国摄影很喜欢拍这种类型的作品 就诸如像森三大道这种照片 那么森三大道的作品你看多了 你会知道它内部是有一定精神性的 但是一定说它的精神 很精神性或内在的逻辑性到底是什么 其实是很难把握的一个部分 那么我们把这种内容呢 就称为叫做诗性化的拍摄 那我们看到的一个典型的人物 当中所拍摄的作品就是这样 这种作品其实根本不用打标签的 我们只要看到这种风格 就很容易就联想森三大道的照片 也使得我们似乎有某种误区 大师森三大道都这么拍 我们也就这种随性化的拍摄吧 好 那么这种所谓的随意的 诗意化的或者日常生活式的拍摄 也没有特别的图像逻辑 主题性也非常弱 讲究的是内在的个人化的感受 或者少数人群的感受 画面的风格基本上就是追求模糊的 特殊感的 有时候会有点画意的内容 有时候是混沌的等等等等 我把几乎可以表现的 我能想象到的这种所谓诗意化的 各种各样的照片 全都大概都包含在内 那么这种照片呢 我把它总称为叫做诗画的摄影 那么这种类型 在当代的中国的摄影当中 其实非常显著的 我们经常去各种的摄影节 或者摄影展览 你基本很容易就一下子看到这样的照片 当然不包括当中其中有些照片是有深层含义的 但是更大部分的照片就是这种所谓的 没有特别主题性的 看上去像诗画的拍摄方式 它可以看作呢 是受了日本的 尤其是西方的摄影当中 这类日常生活类方式的影响 在这儿呢 我也不表态说 到底是好或不好 但它也成为了当代中国摄影的一个事实 已经存在在我们的整个摄影世界当中了 留待以后去研究和分析 那在这儿我们还给大家看一个 著名的 更著名的一个年轻一代的摄影家 雷恩·麦克金利 它的作品非常著名 尤其它的作品会涉及到那个身体的部分 所以在这儿我受于那个网络的原因 我们也无法给大家看更多的作品 你去找一找 很容易就能找到 而且它的作品其实非常有名的 这一类型的作品 其实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很多当代的中国年轻的摄影师们 那么就像雷恩·麦克金利的作品 这种风格啊 或者这种系列 或者这种大方向的这种当代日常化摄影的摄影师 在西方的摄影界和日本的摄影界和今天的当代中国的摄影世界当中都非常多 它成为了一种潮流 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流 好 那么现在就来说一说在当代中的新闻摄影和即时摄影 刚才我们说了一个重要的内容 有些人甘于平庸也陷于平庸 希望我就把身边的事拍拍好就OK了 但是另外一部分人觉得不行 我要去见证历史和经历历史的瞬间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用新的方式去重新看待拍摄新闻摄影和即时摄影 那么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个内容 在于就是这种老的这种传统的新闻的即时摄影仍然在 而且还是被大部分的新闻媒体所运用 但是新一代的这种新闻和即时摄影就已经起来了 摄影师们希望呢 渴望这种经历见证历史的伟大时刻 并且见证历史的伟大世界 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希望成就自己不朽的艺术作品 在这我们就看到了那个著名的摄影家 其实是老一辈的摄影家 他拍的新作了 在当年算是一个新作 托马斯·赫普克尔 他拍摄的是2001年912的县城 远方就是912的县城 近处是一群年轻人 似乎根本没有关注到这么一个重要事件的时刻 而是在晒太阳和闲聊 这种极大的反差是过去一代的摄影家们 或者摄影师们不大会去这样如此表达的 或者换句话说 这是在当代世界当中才有的现象 莫不关心周围事 只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关心 这或许就是整个当代的这个人类 或者青年一代 西方青年一代的一种写照吧 那么由此 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全新方式的即时摄影作品 那么在下面大家看到的是保罗 佩洛格林所拍摄的2006年8月所拍摄的贝鲁特 这也是一种全新一代的即时摄影方式 用粗颗粒的黑白画面的方式去表达 那么新的摄影师和摄影师的新手法 往往用一种过去不常用的 或者从来都没有用过的方式去拍摄新闻 或者是拍摄即时 比如用更加冷静的方式去拍 比如用更加艺术化的绘画性的方式去处理现场 也有用一种新的视觉的方式 或者个性化的方式去处理现场等等 诸如像保罗佩洛格林这样的方式 在过去的摄影师当中似乎是不被允许的 因为他似乎形成了一种非常个性化的 类似于就像森三大道式的这种 有个性化语言或画面语言的表达方式 这种方式在过去似乎不被容 但是今天也成为了一种摄影的方式 而且也成为了一种新闻摄影的方式 总之那种从标准的人文主义的新闻摄影 我们在这之前说过 人文主义的摄影其实是对世界充满爱的 对世界是有关心的那种爱的这种新闻即时摄影 向着中立的批判的和反思式的新闻摄影转变 总之过去的那种我们认为的标准的传统的新闻和即时摄影 核心是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 简单来说就是对世界是充满着爱的 而到达了后现代和当代的新闻和即时摄影 摄影师们开始采用一种中立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来拍 似乎和整个艺术世界的潮流是一致的 对正是因为和整个艺术潮流的方向是一致性的 所以他们也被容纳进了更大的摄影史和艺术史 换句话来说我也不停的想提醒各位 这或许就是当代世界和当代社会造成的人的影响 它不仅仅是几个摄影师拍哪大想出来的某种情绪感受 而是外围的大历史对世界的综合的影响 摄影师只不过将它拍摄了下来而已 好 引发以上的这种转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内容 或者在过去我们认为是数码相机的普及 在今天看来很显然就是手机的普及 正是因为手机的普及 大众们都可以拍摄新闻 那么可以拍摄新闻了 新闻摄影师们其实要进行一系列反思了 他们必须另批蹊径 换句话说或者一言以蔽之 在现场你能拍我也能拍 我摄影师作为专业摄影师 我怎么超过你 我总要拿点你们拍不到的东西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摄影师 或即时摄影师们在线上 和所有人一起思考的时候的 一种个性化的内容 正是因为这样的个性化的内容 促使了他们要进行求心和求变 不然的话 他们和现场的拿着手机的摄影师 似乎拍出来的效果是一模一样 甚至说和一个大众拍出来的效果 几乎是没有两样 这要求在现场的摄影师们 有更新的内容 和更新的角度 更新的思考的方式 来思考现场和反思现场 那由此我们就看一下 在这里大家看到的是 其实是一个 界限很模糊 他也是马格南的摄影师 刚才前面两位都是马格南的摄影师 旅克德拉哈耶 旅克德拉哈耶 他拍摄的这个作品叫做 巴格达四号拍摄于2003年 他是一个其实身份几乎在当代有点很难被划分 你说他是纪实或新闻摄影师 其实他也相当于是一个艺术摄影师 或者是一个艺术摄影家 那么这样的内容就形成了 他的作品其实和传统一类的 即时摄影师或即时摄影家完全不一样 那么新的新闻摄影和 即时摄影的发生 其实主要的内容 就是刚才我说的 外围世界转变了 世界变了 历史事件变了 器材也变了 过去我们还有手机 今天是手机加网络 其实就是实时发送 任何一个摄影师都抵不过在现场的所有的人 只要现场一个人或一群人拍摄了 传上了微信或微博 很快一个摄影师的在现场的作用就马上被抵消 那么同时也发生了另外一些变化 大众看新闻的方式也变了 你看的方式其实就是 如果有一个人在现场用视频 甚至是手机全方位拍了一遍 摄影师其实是完全无奈的 所以大众看新闻的方式也完全变了 等等等等这些 等等等等这些外围的内容 都影响了内部摄影内部的相应的转变 所以新闻的摄影师或者即时的摄影师们 似乎不是在现场的那种经历者 而是一种现场的旁观者 他们用一种冷眼观看的方式观看着一切 用一种反思和思考的方式去观察现场 希望得到一些和现场的人直接拍摄的内容 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和作品内容 那么这个呢 也和前面的所谓的无表情美学啊 和中立性的这种拍摄的方式对接了起来 那正是因为他们要冷静的观察 所以要更加中立更加深入 也形成了更深层次的美学思考 那么这也和背后的各种的原因对接了起来 比如为什么要发生这次战争啊 这次战争会对当地的人产生什么作用啊 战争的背后意味着什么等等等等 这些内容也要被串起来 所以他就不仅仅只是拍摄一种所谓现场的外表 而是深入到现场的内部 这也是Luc de la Haye这样的摄影师 为什么从2000年前后开始拍摄了战争题材的摄影 包括在现场突发作品之后 慢慢慢慢形成了一种艺术风潮的原因 那么他其实也和日常化摄影相配合 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系列 只不过这是一个系列的两个极端 一个是日常的平庸的生活 一个是精彩的劲爆的历史瞬间 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 有关于导演和操作 那么导演当操作呢 也包含了对现场的再造啊 叙事啊 表演啊 和行为艺术等等 在这给大家看到的就是著名的摄影家 Glegalik Klusen的作品 那么这些作品呢 首先第一个要和大家讲明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这一个类型的作品 大体上可以看作是摄影外部派在当代的转换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想起来 在说后现代摄影的时候 我们分为了两种 一种是摄影的外部派 一种是摄影的内部派 所谓摄影的外部派 其实和大艺术的内容结合的非常紧 那么这样的内容呢 应该被归类于大艺术史 那么形成了用大艺术史的各种手段和方法 最后结合摄影的内容 拍了一张照片 那么摄影内部派呢 就是如实摄影的这一派 和老老实实只用摄影的内容拍摄摄影体裁和摄影专长的这一类型的作品 那么这里的内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在后现代摄影时期 摄影的外部派其实就是一个大艺术史 他运用了一些拼贴啊 组合啊 混用啊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已经全部说过 各种各样的多种的手段 然后穿插了摄影 或者最后用摄影的照片给他拍摄下来 比如我们通常所看到的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做了一遍 然后用摄影的方式拍了一下 那么行为艺术也是照也是艺术 拍摄行为艺术的这张照片也是艺术照片 这个内容似乎看上去很稿 或者是很难划分 但实际上逻辑上是非常通的 那么同样 比如做大地艺术 大地艺术做了一遍 他很快就会消失了 用照片给他拍下来 那么这张照片其实也形成了艺术照片 那么这个照片牛不在于照片牛 而在于照片里面的内容牛 因为内容是大地艺术所形成的内容 那么进入当代之后呢 艺术家其实也说不清楚 到底是艺术家和摄影家了 就直接先把它弄成了艺术作品 然后结合摄影来进行创作 那么怎么来创作呢 我们来看看第四点 一种方式是弄成个半成品 然后呢 结合摄影的方式变成了摄影作品 比如我们在上一次课上提到的 一个著名的人物杰弗沃尔 还有一种呢 就是直接弄成一个成品 然后把它拍下来 诸如就在这里我们看到的 Glegalic Crusade这作品 它在里面全部其实都是像电影拍摄 或导演一样的 你所看见的所有东西 你看到的光每一个东西都有可能 全部都是被人为制造过的 然后这里面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超大装置的艺术作品 最后用大画幅照片给它拍一下就好了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出了出现了 结合这两种思路 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其实是很难划分的 那比如说Glegalic Crusade在这里面 也使用了一种镜头感啊 包括摄影的基本语言啊 等等用嘛也用 它也后期修片嘛也修 那实际上是两者混用的 很难划分 这也是当代摄影 我在这儿要想和大家反复指出的一点 虽然我有意的将它划分成了一种逻辑的 一二三或者是A或B 或者是正或负 但实际上在真实使用的当中 并不如我们在这样理论讲授的过程当中 如此绝对 使用了加就不使用减了 使用了A就不使用B了 不对 它们有可能在A和B当中 晃来晃去 任意使用 这就是当代摄影复杂的一个内容之一 它虽然我们将它划分清楚了 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 没有像这样划分的如此之清晰 由此 这也是在上次课上 我们和大家反复提到的 就以日常化的摄影来说 你看到的是私摄影 私摄影就是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又有摆拍 又有表演 又是导演化的摄影 还有各种各样的内容就全来了 你到底说它是哪一个内容呢 那么在具体内容当中 说的时候就看它哪个部分占的更多 我们就说它哪 那比如像那个 Sindy Sherman的作品 很显然它是导演一派的摄影作品 那么当然它在作品当中 也形成了私摄影的一些些内容 也形成了所谓的女性主义摄影的一些些内容 但是这些都似乎就将它按下布表 因为它的大头放在的是导演化的摄影 那不然的话 它的这作品其实很难被归类和划分的 好 这里只是穿插了一个小小的部分 那么由此我们再来看一看 比如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韩国的女摄影家叫做Niki Lee 她的作品你看上去好像都是就像合影一样 很简单 对吧 她的作品其实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内容 就是这是艺术家本人 大家请看我用鼠标点了一下 这艺术家本人 这也是她 她的内容其实是这样 她形成了一个艺术项目系列 就把自己尽量的像某一个族群的人学习 然后模仿他们的神态和形态 然后与他们放在一起合影 让你感受在里面 似乎就是我就跟他们一样是一群人 而它本身又是一个东方的面孔 形成了一种文化的穿插和融入等等等等 你所想到的各种内容 由此刚刚我把这个一个类似像小故事一样的内容 说了一遍之后 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体材很搞的嘛 它看上去只是最后借助摄影的方式 给你哐当来了一下最后一张成果 但其实内部它要表达的内容 其实是很深刻的 对吧 等等等等 因为我们在这受于篇幅 你所看到的就是这么两张照片 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个系列 有什么西班牙人系列啊 什么什么什么很多 然后你会在当中看多了之后 你就自然明白 它当中所要表达的核心的内容 好 那我们在后面再看 促使当代摄影转变的一个因素在于什么呢 后现代摄影时期的摄影的外部派 看上去十分夸张也很突兀 大家还记得在摄影外部派所举的那些例子 莫不如就是用拼贴啊 就是用各种方式啊 看上去画面的方式就感觉非常突兀 也让人感觉很夸张 甚至有时候是没有任何美感 那么这种方式我认为就是在后现代摄影时期 摄影外部派形成了一种所谓的装牙舞爪 因为他们要强烈的进行批判 要对当时的这个时代进行反思 可能实际上的内涵呢 或许并没有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人 或者你所看到的这一个类型的人如此之深刻 我们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当中 像杰弗沃尔 比如格里高利克鲁斯 包括妮吉利这样的人 其实你要打开他的每一个作品 深入到其中 内涵是非常非常之深刻的 那么当代摄影师呢 于是就开始想到了一个内容 我要求新求变 希望艺术作品的思想性能够更加的深入 一旦深入了 其实也是更加的隐含和隐晦了 那么在这里就诸如我们看到了 在上次课上我们也提到的一个摄影家 也是杜萨尔多夫学派这一派的著名的摄影家 叫做托马斯迪曼德 他拍摄的作品其实全部都是模型 用纸啊 用什么什么都搭起来的 让你以假乱真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现象 根本的内容就让你去反思和也于你所生活或处在的这个当代世界 那么就诸如像这样的人 包括他的作品 由此就会想到他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假模型把它做的拍好 然后放的很大 让你看远看的时候是真的 近看的时候哇 这原来是纸搭的 这是模型搭的 又让你产生惊悚和惊讶感 由此这种观察和反差使得你去重新思考作品内部想要艺术家给你带来的种种的思想或思考的方向 那由此也就使得整个艺术作品的思想性很深 而且埋的点更深更隐含 没有像过去的作品一样 很直观的马上就能感受出来 那么当代摄影这种不在表面 进行所谓技术性拼贴 我们在以前看到的摄影外部派 他们很容易就形成了这种技术性拼贴的方式 什么绘画照片剪两张 蒙太奇就贴起来了 当然这作品也非常符合画面的感受力 或者那个时代或后现代摄影时代的整个画面的风潮 但是似乎仍然是流于一种技术性的拼贴 而当代摄影当中呢 他们就深入到了内部 用摄影语言的本性的方式 并且结合大艺术史进行了新一轮的创造 这种创造就使得整个内容被融汇贯通 也被包含在其中显得更加自然 就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当代摄影的这一个方向 就是所谓导演式的方向 或者也可以称为叫做操作式的方向 这种导演式的方向 只要是导演就是人为操作 那么就包含了对画面本身的动手动脚 也包含了对你的PS的内容 包括等等等等 所谓人的因素就全部加入进去了 那么这样的内容就成为了叫做这一个流派的当代摄影 那么这个是这种当代摄影呢 又和当代艺术进行了合流 并且形成了非常重要的交汇点 那由此也使得当代的艺术或者当代的摄影 分不清什么到底是当代摄影了 也分不清什么是当代艺术 因为你比如你过去你做个装置 很突兀的弄出来 然后形成了别人还大概能知道 你是属于一个大艺术师的 那就如像托马斯迪曼德这样的作品 他本身搭设的这个模型 你可以把它认为就是一种雕塑啊 那么如果你用照片把它拍下来 他又在照片里显露出了摄影的本性 让他做得很大 然后你又看到的是摄影作品 那么现在请问他的这个作品做出来 到底是雕塑作品还是摄影作品 你就很难划分了 由此在这里也就很少大家会专门说 你这是摄影这是艺术 把它统称为或许就叫做当代艺术 当然了因为我们是在说世界摄影史 所以我们更大范围的当中 把它认定是当代摄影 好那既然可以理解电影的导演方式 我们说了电影导演的方式其实很多的 包括美术啊 包括你的现场的环境的搭设啊 所有的一切一切全部都是人为的 这些都称为导演 那么实际上就不理解如何操作 或操纵摄影内部的作品了 那摄影内部的作品 最后只不过用摄影的方式给它拍下来 那导演的方式 只不过用摄影机的方式 最后把它拍下来 那其实两者是有互通性的 由此为什么把这一个类型的作品 也称为叫做导演式摄影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我们再往下展开内容 那如果能够理解刚才所谓电影导演的 这个思路的话 其实你来想一想 大部分的时尚摄影师都是导演摄影师啊 那诸如像时尚摄影师啊 广告摄影师啊 就可以认为就是导演或操作的摄影师 但是我们好像在艺术史或者摄影史当中 或者在现代有关于当代摄影或当代艺术史的当中 从来都不这么提 那么因原因在于就是 这些照片拍出来的商业的行为 或者商业的因素实在是太浓了 只指的就是拍摄的作品 就是为了商品售卖而服务的 他们其实内部的这种艺术性就被掩盖掉了 在这我给大家看的其实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女摄影家 艾伦冯昂沃斯 他拍摄的作品 你看他里面的这个女性 其实就是所谓的就是人物 也是导演的 衣服包括周围的环境等等 那更不要说了完全全部都是导演和摆拍的 那根本也是被操作的 那这种方式最后拍下来 其实也应该被认为是导演式的摄影 或操作式的摄影 他们的作品进行了导演啊表演啊 包括这个模特要形成某种特殊的姿势啊 要化妆啊 投尸啊 跟整个范围啊 包括你的整个物品和商品的氛围要搭 那都是表演行为操控 然后最后拍摄 只不过因为他们就是为了售卖商品 而不是为了表达艺术 那么他们就形成了似乎被大家忽视的时尚摄影或广告摄影 但实际上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导演化的摄影 而且他的实质当中 一些杰出的人就应该被称为艺术摄影师 比如我们还熟知的安尼莱布维兹 他的作品你从更大的范围来看 他就是当代摄影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包括斯蒂文梅塞和大卫贝莱等等 那么如果看到了上面这幅彩色的照片 再来看看下面我们所看到罗杰拜伦的照片 那罗杰拜伦的照片 因为它是有一种个性化的表达 或者是一种自我情绪的内容 但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类似于导演化的方式 只不过是更简单的方式 那这里的这个人的手的样子 其实就如这里的模特女性模特一样 也是一个摆拍 外围的这个看上去像被涂鸦的这个方式 就如后面所摆的屋子和周围的环境 其实是一样的 那么这也是导演化的摄影 那么注意啊 在这里我要和大家就说了 导演的或者操作的当代摄影 实际上摄影就是当中的一个很小的一环 大家如果熟知时尚摄影或广告摄影 重要的不是去拍 而是如何把整个环境和模特 所有的内容去调离顺畅之后 只不过最后的环节用灯光和照相机组合的方式 把它拍下来而已 那最后其实就是一种记录方式 重要的实际上是摄影画面里的内容 内容是更重要的一个点 那在这里我们也突破了传统的 关于当代摄影艺术的一种分法 那田中达野的作品在最近非常流行 他也是大家所认为的这种好玩的摄影之一 通常的摄影艺术史或者当代艺术摄影当中 都不把它认为是当代摄影的一个部分 但是他其实也是导演摄影 包括这里的小人 每个东西 他都是专门用来导演和装置的 只不过他的内容实在是非常简单 也很大众化 一看就懂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艰深的思想性 但实际上我在这也要穿插一点 你不得不承认他是当代摄影 而且是当代摄影的一个部分 那虽然他的整个内容当中 看上去如此之简单 也很流行 别人一看就懂 但是保不准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田中达野拍摄的这个系列的作品 数量是非常之庞大的 已经接近于成品将近接近于5000多张 所以只要数量庞大 就足够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当代摄影的一个基数和基础 那这里我们就不能忽视它作为一种当代摄影的方式了 这正如我在前方提到的 有关于当代的中国摄影的景观的方面 也有关于当代摄影当中的诗意化的方面等等 我们认为它已经是一种客观的事实被存在了 而且还在这里要指出一点 诸如像田中达野这里 真人出镜或者是由他朋友出镜的这种方式 他形成了一种后现代摄影 或者当代摄影当中的一种人物或主体的介入 这种方式的内容 其实也在当代摄影当中被其他摄影师来运用 只不过我觉得当代摄影当中 我们会认为 你的画面搞成像罗杰拜伦这样怪怪的这种方式 好像就认为很当代很艺术 田中达野做成这种大众都能接受的方式 认为它就是很普通的照片而已 实际上我觉得这里其实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 假如你从田中达野最右边的这张照片 通过某种方式的介入和外围主体的看待 其实他的这个表现内容也很当代 那么对于此呢 我只能说他形成了一种当代客观化的事实被存在 也留待于日后去进行研究和分析 好 那么第四个部分我们就来说一下跨界 那么实际上在这首先要和大家说一点 就是在当代只要你拍过胶片 你其实都是跨界的艺术家 为什么呢 你将胶片扫描成了数码 将物理的性质变成了数字的性质 那就是跨界的行为 只不过我们弄的东西很频繁很普通 大家都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跨界的艺术家 在这我只是提示一下 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跨界的摄影师 其实并不是独立的一类 我认为它是前方有关于导演化的摄影啊 也是操作画摄影的一种分化 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转化 他们不再玩那种大型化的这种 类似于像传统艺术的这种方式 只不过专门 专注于有关于跨界或跨材料 这样一种方向 其实它也是对于画面内部进行一种操作和导演 那么这就如后现代摄影师一样 后现代摄影师们将雕塑啊 绘画行为艺术啊 等等等等等都和摄影结合了 那么在今天呢 当代的跨界摄影师们主要的内容就是 对数字技术和网络进行结合 然后形成自己深入化的创作 那只要进行数字技术 有屏幕啊 有声光电啊 有网络5G啊 有AI啊 等等等等 全都上来了 那么就形成了这种多媒体 多材质和多平台的 所谓的跨界的当代艺术摄影师 那么在这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 类似于像小型的数学公式一样 在后现代摄影时期 摄影加上雕塑啊 绘画啊 行为艺术啊 点点点点点 那么在当代呢 摄影加上了主要的内容 就是数字技术和网络 那么这样的内容后面也是 点点点点点 夸号 还加上后现代摄影的一切 我一直在这反反复复和大家说过一个内容 当代的内容复杂和可怕的点在于 它不仅有新的 也包含了前面所有的内容 所有的人既可以玩古代的 现代的 也可以玩当代的 没有对和错 但是一旦集合在当代当中 就形成了内容的膨杂和混乱 使得我们去观看的时候 发现当代摄影如此之膨大 完全无法解析 这就是当代摄影所面临的现状 好 我们在这看到的是 米歇尔沃尔夫用谷歌的街景截图 然后做的一系列的当代摄影作品 当然当时他做的还是很简单 就是截图 然后打印出来放给大家看 如果今天的话 假如这些作品还能跟AI 或者是观众互动啊 等等这样的方式 就会做的非常非常厉害 然后形成一种全新的方式的摄影的内容 后面我们来看一看 后面我们给大家举例子当中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一个在中国的当代的 你也不能说他是摄影家吧 其实当代的艺术家 也可以称为是一个摄影家吧 苏文他所创作的一个系列的作品 叫做北京银矿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就是把以前老的中国人的丢弃的照片收集起来 然后发现当中其中有趣的部分 然后全部充映出来放大 然后给大家看 他也就是原始素材 你划痕的什么样就保持原样 只不过全打出来 让你看到我们逝去的 或者我们忽视的那个时代 中国人的那个时代 在这只是举个例子 大家感兴趣在网上 可以很容易就找到了 他这个作品从2009年开始就收集了 然后一直到今天 那在这我要和大家说一下 正是因为借助了数字技术和网络 它可以实现展示的跨越 比如从电脑到手机 当然也从手机可以到电脑 可以到电视屏幕 到所有的一切都可以 那么还形成了一种时空的跨越 你在AD到BD 从今天到过去 从现在到过去 都可以进行时空的跨越 还可以感受 还有感受的跨越 比如AI啊 VR啊 5G啊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虚拟和真实的跨越 一旦戴上了AI或VI的眼罩 你真的很难分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 虚拟和真实的跨越 这些都形成了我们 所借助于数字技术和网络 所看到的当代世界 那么简明的来说呢 摄影师其实开始抛弃了 一系列传统的美术手段 过去的美术手段有什么呢 绘画 雕塑啊 外围的行为艺术啊 装置啊等等这些东西他们都不要了 或许他们觉得落后了 也不想用了 用当代新的技术来和摄影相结合 那么这种新的技术有数字的技术和网络的技术 主要就是数字网络技术 产生了一种当代特有的摄影形式 我再次强调 正是因为当代的外围世界所影响 这才产生了当代摄影 而不是当代摄影制造了当代世界 这是两种正反的决定论 外围的大历史 大的物质环境 形成了我们新一代的当代摄影的一种反应和作品的产出 实际上呢 如果你转转到它的内部 其实还是延续艺术这么一个东西 它想要说明艺术这个东西在各种不同的介质或内容当中的一种转移或传承 那么再来发现一下摄影师的外壳其实可以多多种变化 从过去拍的摄影师到现在其实也不用拍了 你从节度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摄影师 那么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花样 那么作品的实质其实还是思想性 无论是前面看到的Wolf的作品还是苏文的作品 其实它都有根本的思想性 它的思想性是直指人类的精神世界 这个精神世界还是我们刚才说的 外围的物质太过于丰富了 使得人类精神世界开始慢慢的降低和空虚 这是人类精神世界在当代的一个实质和现状 那么如果要对跨界的具体内容要进行汇总的话 那么实际上我们就会陷入到一种海量的信息 这种海量的信息正如苏文在这里收集的作品 是一样的铺天盖地无法统计 这也提示了我们对于当代 实际上是当代之后的未来的摄影的一种想法 实质性的内容的东西 未来的这种实质性内容的 实质性内容的这种摄影作品 其实并不多 人们要大浪逃杀式的找到这样一种典型性的这种作品 其实相对来说是有很大的困难 它的花样很多 素量很大 使得人们误认为当代摄影其实是变化多端的 所以由此在本节课开始的时候 我也和大家说了 我想了半天要找到一个 我熟悉的也能一说 大家就说啊 这就是当代摄影的这样的摄影家 想来想去最终只有一个人可以入选 那就是安德雷古斯基的莱茵河二 而他被入选倒也未必是真的 他的艺术思想性是第一 也是因为他的这个作品 曾经被卖到过世界最贵的照片 他还是和资本做了一个结合 所以你怎么来认定和反思 所谓的当代摄影和当代艺术呢 我在这也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而已啊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 那跨界摄影师背后的思想有什么呢 他和后现代摄影师一样的 就是不想重复上一代摄影师的作品 想求新 想要求变 那么人类的社会进入到了数字时代 其实进入到了另外一种虚拟的时代 我们今天一直在说云 各种云 云美食 云场景等等等等 其实就是虚无缥缈 那数字世界更像艺术世界一样 它是依附于真实世界之中的 也可以说是依附于真实世界之上的 那么现在问题就在于 我们每天刷手机看微信 以为那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我想反思一下 微信是真的吗 那么所谓的真的世界现在在哪呢 我们看到了朋友圈里的朋友去哪里玩了 吃了什么东西了 所谓的云 云观景 云美食 你是真的去了 你是真的吃了吗 并没有 但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体验 好像以为我们都去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现场的人忙于拍照 忙于发微信 忙于将自己的内容和朋友们分享 可能就忽略了真实的体验感 他们也是真的存在于那个时空当中了吗 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那艺术家其实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当代世界当中 整个数字世界和真实世界相互交融 有时候是在它的当中 有时候是在它的上面 而且跟它真假难以分辨 那使得我们再次看到摄影的时候 摄影家们也会去反思这样的 现象而给出这样的作品 他们于是就去探索这个 所谓打引号的数字的真实世界了 并去反思 而且借助数字的本身的技术 去进入到这个世界 再从这个世界当中创造摄影作品 回馈给所谓的真实世界的人们 也或许回馈给所谓的真实的 打引号的数字世界的人们 那这就形成了当代摄影当中 一个非常复杂的 类似于永远都无法找到头的这种回旋问题 好 那么虚拟会使产生怎样的一种结果呢 虚拟其实会让人的精神世界更加混乱 过去我们都说中国人有一个重要的成语 叫做静花水月 你看到的这样的内容 使人虚拟的产生的效果 精神更加混乱 也更加没有着落点 那实际上就形成了精神世界的虚空和担忧 这是当代人类的一种真实的处境 当代摄影在反应和反思人类的这个处境 他是无法给出任何答案的 正如在这儿我们所看到的佩内洛普昂布里克 他的作品其实更著名的是在 是那个叫做Flick上的日出 那这个作品当中 他除了这个作做了之外 也做了其他的戏里 就是在eBay上卖的遥控器 他把它都截图了 然后组合起来了 下面还有就是完美的衣橱 让人看到的都是这些 从截图上达到的内容 而这正是我们所经历或看到的真实世界 那么什么是真实世界呢 那这就是当代跨界摄影师们 或许给大家提出的一个深刻的问题 那好 那么结束了以上的四个议题之后 我们要对当代的摄影 以及当代摄影之后的未来 给出一点点小小的总结 那么前方呢 我们其实展开了四种当代摄影的议题 这四种议题 我重新再回复一下 首先是无表情的美学 那么通过这种无表情的美学呢 人们拍摄了人 拍摄了物体 也拍摄了景观 那么第二种大的议题 就是日常的生活和人 渴望经历历史这样一个事件 那么第三个内容 就是有关于导演和操作的拍摄 那么第四个就是所谓的跨界拍摄 那么对这个四个内容呢 我们再进行一个大致的梳理 我们发现了一个内容 现代主义摄影在当代转变之后 就变成了无表情美学和拍物体的现象 和拍景观的现象 为什么呢 现代主义摄影当中的新客观主义 倡导了无表情美学的产生 等等等等就全部产发了 这就和摄影史的前端连起来了 这也是我们对大家在这里做的一个重要的提示 很多人会认为当代摄影是哐当一下来的 我反复说它不是的 它和前方的摄影或许有某种隐形的内在线索 只不过我们没有找到 其实如果说通的话 你就会发现 现代主义摄影当中 各种各样的类型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转换成了无表情的美学和只拍物体的 也就是拍具体的景观的 具体的景物的部分 和拍风景的方式的内容当中 转到了拍景观的内容 等等 这其实就是在现代主义摄影内容当中的那些摄影家们 在当代的一种转换 那么第二个 对于在当时的早 中早期的即时摄影的这样的内容 转到今天就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和经历历史的现象 在过去拍即时摄影 人们都是拍深刻的反思社会的战争的巨大宏观的现象 到转成了拍日常的生活和专门经历历史的现象 事件的那种拍摄的方法 那在后现代摄影当中 它转变成了两种方式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后现代摄影当中 关于大艺术史的这些内容 转成了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进行了进一步的导演和操作 让它容纳其中更加自然而然 而不是看上去如此之粗糙 然后感觉好像整个摄影的内容 就是在拼贴啊 在粘贴复制啊 不是 那么导演与操作呢 可以看作进一步的深化 可以看作跨界 同时我在这也打了个话号 你也可以把它认为是和导演与操作的这种内容是平行的 这种方式 今天都没有下沉一个定论 只能留在未来 重新回看今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 到底是形成了一种前后的逻辑关系 还是一种并行关系 那么这就说明后现代摄影转变到当代摄影当中 有两种现象出现 一种是导演与操作的摄影 另外一种是跨界摄影 好 那么在这儿我们就用一个非常直观的 我也非常喜欢的这种摄影图 就是那个图表的方式来和大家展现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大致的摄影的历史范围 早期的摄影 现代主义摄影 现代主义摄影的转变 到后现代摄影 到当代摄影 好 这是一个大致的摄影史的线索 那么 现代主义摄影和现代主义摄影转变时期的那一个类型的作品 到达了当代之后就变成了一种无表情美学和物体和景观的拍摄的内容 而社会即时摄影和如实摄影这一类呢 又转变成了当代摄影当中的拍摄日常生活和经历历史的这些内容 现代主义转变和后现代摄影 到达了当代摄影当中的变成了导演与操作的摄影 也变成了跨界的摄影 这里我们还给它形成了一种前后的关系 或者是一种并行的关系 这三种类型的方式 最终都全部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当代摄影这样一种现状 或者我们看到的这样一种事实 在这儿 我仍然想要和大家说明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就是所谓的当代摄影是从前方摄影当中的一种转成和变化 和前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形成了当代摄影 而不是当代摄影是突兀的决然的来到了当代 同时它还受到了外围的大历史的更大的影响 正是因为当代的外围的物质世界的影响 才形成了当代摄影 如果没有数字技术 没有网络 也不可能形成所谓的当代摄影的一种方式 或者当代的各种摄影的内容 由此就要求和大家说明这样一个重要的点 使大家能够产生一个前后非常明晰的逻辑关系 我们再往下 把这个内容反过来看一看 那么当代摄影的现状有什么呢 我们刚 我们之前说过了 我们把当代摄影总想成是一个巨大的容器 这个容器里有点什么 这个容器有我们刚才前方说到的 四个重要的内容分割分支点 无表情美学 拍摄了物体啊 拍摄了人啊 拍摄了景观的系列 有拍摄日常生活的 有拍摄经历历史事件的 有导演的摄影 操作的摄影和夸解的摄影等等等等 当代的系列 同时在当代摄影当中 它还必须加上 我们所看到了摄影史之前 所有一切的早期摄影 现代主义摄影 后现代以及当代之前 所有的一切摄影 这也是当代摄影 为什么如此之复杂和膨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这里我给大家显示的就相当于是一个容器 除了当代摄影自身 还有当代摄影之前 所有的一切都汇总在了当代摄影当中 这就是当代摄影的现状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 当代摄影的杂乱 是因为参与的人非常多 作品非常 数量非常大 所以形成了当代摄影作品的眼花缭乱 我们在这也必须指出 诸如像Alex Weber这样的 著名的摄影师所拍摄的作品 也是当代摄影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只不过经常我们会认为 它不够那么特别当代和艺术而忽略了它 但是不能否认 它的确是当代摄影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支点 或重要的意志 那么经过了这些整理和发现 你就会发现 就会找到这样一种原因 当代摄影其实是由各个时代的摄影 潜行的转变或发展而来的 结合了当代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发展 我在这里也提出了 就是请大家注意 大历史和大艺术对于摄影的影响 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 因为我们在前方的各次课程中 反复强调了外围的大历史和大艺术 对于摄影本身是有巨大影响的 而且是决定影响的 那么这个规律呢 其实也回应了我们在第一次课上 提到了三个重要的模型 技术和艺术模型 正是因为由数字技术的发展 才形成了今天的当代摄影 也是一种继承和延续的模型 这是更重要的一个点 所有的历史上的摄影师们 都影响了当代摄影师们 他们是内在的继承和延续 继承和延续 延什么 延的是艺术这么个东西 同时也是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 大家会发现 从后现代摄影到当代摄影 因为离得非常近 同时我们在上一节课也说过 严格意义上来说 当代摄影也应该被包纳在黑 后现代摄影当中 后现代摄影当中的那些摄影师们 一些无意识的举动 到了当代摄影当中 摄影师们开始有意识的进行 特别的归纳和总结 所以就很少或者不大能够看到 那些特别外围粗糙感的这种 后现代摄影当中有 后现代摄影当中有 但是在当代摄影当中少见或不见的这样的内容 这也是摄影师们的思想从一种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深入戏化 这三者的模型是摄影史的一种内在规律模型 那么如果在未来 假如有如果我们想要寻求发展或者是寻求解答的话 那么我要给出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必须重新回到你的前方的摄影史当中 去寻找内容和线索 那么这个线索是什么呢 这个线索就是我们在所有课程当中 不停都和大家在强调的一个艺术这个物质 那么将艺术这个物质和本时代相结合 同时符合这个时代的规律 就能创作出相应这个时代的艺术作品 那么在这儿虽然说的很抽象 但是大家很容易就能明白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点 我们会发现艺术这个东西随着在现代主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在后现代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当代同时是这个样子 他们的内在实质性有关于人的精神的这个部分 其实改变的量或体系不多 但是会随着整个时代的内容有一些相应的变化 这就是艺术与时代相结合 符合时代所发展这样一种规律 好 那么总之来说 内在的核心就是艺术 对于艺术来说 艺术是会随着时代啊 社会啊 历史啊 进行相应变化的 而艺术外面的技术啊 技巧啊 手段也会变化 我们说了 在当代 人们要用这种日常生活的这种 看上去乱七八糟的这种随拍的方式来表达心理严肃的问题 其实也是授予当代摄影的一种被迫的方式或策略之一 本课当中我们在所有的前方十次课当中描述了这种发生的规律 这种发生的变化规律其实就是摄影史的内在规律 那么对于本课之后 其实我们到达今天当代摄影之后 摄影史就相对于做了一个总结 或者是在当代的一个结束 那么这个后面大家如果把握了这种规律的话 你就可以继续按照这种方式创作自己的作品 也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和规律来进行解读和总结 那么再进行深入一步的思考 当代摄影开始的时候 艺术的思想化其实就是摄影的思想化 那么我们说过了 思想化分为两大类 一类就是理性的 一类就是非理性的 但是我们也成我们在之前也说过了 对于一个艺术作品当中 理性的时候占大多数 非理性的部分也有 不会是一刀而切的 就是这个作品只有理性 没有非理性不对 那么对于非理性作品的时候 其实也要看到它内部的某些隐藏的理性 那这也形成了作品内部的相互复杂性 但是无论是理性和非理性 它们都直指人类的精神世界 那么今天的人类精神世界 何去何从 由于我们今天的外围的物质世界 发展的过度过快过剩 其实人类的精神世界 有一点无处安放 这是当代的摄影家和艺术家 包括整个全世界的人类 都面临的一个现状 这就要求我们想要对整个精神世界 重新发起反思思考和观察 那在这我们就做了一个表格图 给大家来明确的描述这样一个内容 我们之前说了 当代摄影进入当代之后 艺术情进行了一种思想化的转变 这种思想化的转变分为两大类 一类就是理性的 一类就是非理性的 它总成为就是当代摄影的思想化的一种大趋势 那么这种思想化的趋势 其实就是人类精神的方向 思想就是人类的精神 那么再往里直指的话 其实就是人类的精神世界 那么实际上从现有看到的作品 和我们体会到的当代的世界来说 人类的精神世界是低落的 我在这里画了一个红色的箭头 为什么会低落呢 因为由早期180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 到达了产业资本 到达了金融资本 到达了今天的物质的世界 整个外围的物质世界是高涨的 我在这里使用了一个红色的 大的红色箭头 而这些部分组成了我们可见的当代世界 甚至是在未来几十年当中的未来世界 这是人类现在所面临的现状和处在的事实情况 而摄影家们或者艺术家们 永远都在平衡这两个点 那么看来呢 目前的大部分的摄影家形成的作品 是对整个精神世界的低落 进行一种描述观察 内在呢 也有一种深沉的批判和愤懵感 因为他们认为物质世界的高涨 对人的精神世界是一种极大的破坏 在这儿 我们也无法求得一个准确的答案或时间点 但是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真实的当代世界 甚至是我们未来可以看到可见的未来世界 物质的过多过强 精神就会变得空虚和失落 当代摄影其实就是当代世界 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 各种作品啊 包括一切作品 其实都在表现这个问题 那么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十年当中 刚才表格所展现的这样一种核心的问题内容 永远是存在的 那么这又回到了我们在这之前 一直和大家所说的 人类世界如果从艺术史发展来看 人类的整个艺术世界是从神性的到人性的到物性的 不断的降格和所谓的沦落当中 那么就由此需要当代的艺术家们 或当代的人类不断折返而回 去往那个艺术的神性世界当中 这就是使得人 那么这个艺术的神性世界返回之后 人的精神世界会怎么样呢 人的精神世界才会产生满足 持续愉悦 无忧无虑 清静自由和空明的状态 这是人类希望达到的一个世界 那么但是今天的外围的物质世界 影响了精神世界 使得这两种的平衡感失衡了 而我们想要通过艺术作品或摄影的艺术作品 重新找回人类的精神世界的这种满足感和 无忧无虑的感受 那么在这最后需要说一句 当代摄影其实持续的前进 并持续的面向一切时代 这个时代不仅仅是面向未来 也面向当代自己 更面向当代之前的过去 总之 当代摄影 过去 现在和未来 都是它所有的时代 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 当代摄影的现状和事实 最后 我要对 这么庞大的世界摄影史做一次总结了 那在这儿我找了一张图 我也想找一张非常明显的图 很巧啊 我也去查看了各种资料 安德雷古斯基在2018年拍摄了 更新一张的作品 就称为莱茵河三 那么我们把它在这儿作为一种不是结束的结束 我想说呢 世界摄影史的发展虽然不是很长 但是却非常之精彩 世界摄影史是艺术史 其实更是人类的历史 世界摄影史是一切摄影的基础 我希望各位能够认真研读和分析世界摄影史 为中国摄影的崛起 做出自己的努力和力量 世界摄影史不仅决定了欣赏者 其实也决定了创作者 中国摄影缺少的是对世界摄影史的一个深入的理解和剖析 世界摄影史其实是有内在规律的 这种内在规律是一种客观规律的存在 更是一种学术规律的存在 它值得是我们对整个世界摄影 摄影世界的规律的把握 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他们 就能够从世界摄影史当中得意 而且可以巧用世界摄影史当中的内容 并且发展世界摄影史 而且还不拘泥于世界摄影史 这正如我在最后所说的 把握之得意之 巧用之发展之 而不拘之 未来世界摄影史 会等待并且与您一起来书写 非常感谢各位 在这么长的时间内 我说了如此体系庞大的世界摄影史 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了我的一些研究的心得和总结的内容 希望各位能够通过我的世界摄影史 为大家的创作和欣赏得到启发 非常高兴和大家在这里能够相遇 希望各位能够和各位在未来的时间里 在真实的世界中相遇 我们在这里的世界摄影史 就做一个不是结束的结束 非常高兴的和大家在这里 做一个话别 我心里也感到非常依依不舍 那么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时间里 和大家共同更多的来分享世界摄影史的内容 好 我们今天世界摄影史的内容就到此结束 然后在下一节课 我会做一个中国摄影史的内容 与大家继续来分享 好的 谢谢各位 我们今天的课程结束了 感谢观看